这才是干扁鱿鱼好吃又正确的做法 大家好,我是刘亦 今天跟大家分享干扁鱿鱿的家常做法 麻辣爽口,香气四溢 下酒又下饭 饭店做的为什么那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新鲜的大鱿鱼一个 撕去外皮,去掉内脏,清洗干净 这一步最好是交给热心的摊贩来处理 自己拿回家特别的麻烦 接下来改刀 先把鱿鱼切成大块 再切成粗粗的细丝 各位好朋友 请动动你们发财的手 点亮视频下方的大拇指和五角星 您的点赞和收藏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 感谢您的支持 把改好多的鱿鱼放入盆中 倒入开水先浸泡下 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鱿鱼 多余的水分和腥味 接下来切点配料 青椒半个 从中间片开去地去脂 然后斜刀切成块 芯菜适量切成对 去形增香 丰富口感 少许的洋葱切成条 增加香味搭配颜色 少许的红辣椒斜刀切成条搭配颜色 再切点小料 大蒜切成片 生姜适量切成片 不要强的大葱切成葱花 切好放入盆中 接下来把浸泡过的鱿鱼控去水分 用手把水分尽量的挤干一点 这样来上粉的时候更好拍粉 做出来口感更酥脆 挤干水分放入盆中 放入少许的盐 增加底味 适量的胡椒粉去腥 然后用手抓拌均匀 拌匀后再放入面粉稍微多一点 一定要用低筋面粉 这样炸出来口感更酥脆 切就不要用淀粉 炸出来容易成坨 口感不脆 记住这个小技巧 一定要像这样 让反面粉和鱿鱼充分的拌均匀 让每一根鱿鱿鱼都均匀的裹上 这样炸出来效果才最好 准备好后 现在开始起锅烤热 起锅烧油 做干扁鱿鱿 油温稍微要高一点 烧至六层热 然后下入鱿鱿鱼 这样成型块 不宜破均匀 然后用勺子推动 让体受热均匀 推散后 好吃中火 炸至40秒钟 炸至鱿鱼表面发干 颜色黄亮 然后捞出控油 锅中留少许的油 下入适量的干辣椒和花椒 唱出香味 喜欢吃辣的就多放点干辣椒 炒至辣椒表面成枣红色 接着下入葱姜蒜 让炒出香味 炒姜后下入配菜 炒出香味 炒出配菜稍微发软 放入适量的香辣酱 炒出颜色炒出香味 有的可以放入火锅底料 再放入适量的十三香 蒸香提味 炒匀后 加入控干油的鱿鱼丝 翻炒均匀 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鸡精味精 少许的白糖火味提鲜 胡椒粉稍微多一点去腥 这时候火稍微开大一点 快速翻炒底下 划开调料 炒出锅气 炒出香味 再放入适量炒出的白芝麻 放入口感 花椒油和香油 吃点香提味 最后再放入辣椒油稍微多一点 增加香辣的味道和红酱的颜色 不喜欢吃太辣的就不要放 翻炒均匀 即可关火出锅装入盘中 这样一道麻辣干香 下酒下饭都不错的干扁鱿鱿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 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支持